好,歡迎大家收聽望向編輯的特避環節 這個是特避中的特避,緊急特避 因為我們原底,如果大家有聽剛才三節 我們是說了劉小麗的,但是今早聽到這個消息 劉小麗終於被DQ了 所以我們這一節就為了貴故公平 我們會說李卓人的 放心我們不會說中出揚子那班人,那班騎來貴 雖然他們也是,那我們今天就用李卓人 他們選嗎? 他好像遞了紙說選 他都被DQ了,所以不用理他了 這個選不到的 好像還有陳國強那班 陳國強那班? 那當然不用理他 這班古靈精怪,不要說他了 我們蝙蝠有限 不要說他了 李卓人先生,這個長年的公運頭子 有些人就直呼其名為之公賊 這個就是芒果佬的金主 郭兆明博士說的 芒果佬這樣叫他? 是啊,就是叫他做公賊 哦 李卓人就是公賊來的 專門是騙工人的 就是這樣說的 那我覺得芒果佬那邊的人就很不公道 芒果佬這個人 他身邊的人 都是古靈精怪的 所以大家聽他說話都要打個折頭 我認為是這樣 還有一點 關於這個李卓人的 就是我認識他 其實我之前都不認識他 我認識他就是在八九六四的時候 他就上京 把這個支聯會的錢 三百八 帶到國內 去支援學生 但就沒有了 結果他就被公安抓了 要他簽賄過書 那些錢也沒有拿回 到現在都 都是貢獻給祖國 祖國 給他們建設 這個最新型的 建設民主中國 是嗎?建設民主中國 OK啦 看民主的定義是不同的 一天二地 是啊 是啊 那 由此可知 我們又不可以說是李卓人先生 但是他不是 他是一個信西義行的人 我不會說他不是硬骨頭的 如果他在同一個情況 我也是會簽賄過書 因為別人拿著槍指著你的 你才不會簽賄過書 都沒有衝突的 其實你硬骨頭得泥 都是順勢而行的 硬骨頭地順勢而行 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 都可以這樣 我就是堅持順勢而行 都可以的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是正常人 如果你們現在說要 揭替他 說他沒有中精 沒有精結的 說壞些 你那時候你夠不夠撲上去 都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他也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但每一個人的勇氣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是 是啊 那 那 現在由他代了 明天 我們現在錄的時候是 10月12號 是吧 香港時間是13號 13號 是13號 13號早上 據我所知 芒果佬應該會出來說話 到底他在說什麼呢 大家猜猜 他說 難道他又出選 他之前就說 我有這個重大事情宣佈 那 大家覺得會有什麼呢 難道他出選這件事是 我不敢揣插芒果佬的行為 他可能說要告賊這個芒向編輯部 那是沒有所謂的 就是 啊 我們金榮幸 要說回這裡有什麼人先 讓他告對人 這裡有 是 Raymond Wong 現在 不在紐西蘭 又不在澳洲 現在去日本的 Raymond Wong 還有 在紐西蘭的義德台洋 又在加拿大的家燦生 那你記住告這三個人就差不多了 其他那些你找回 就是 在我眼中等於被六八九告一樣 是十分之榮耀的事 被他告 是啊 就是你 我們倆是四十幾封 被他告 所以 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 這些是 是好事來的 好事中的好事 那 李卓仁又是沒有正常 大家猜他會說什麼 那我腦會說什麼 那他抄回 劉小麗的正光不是一樣 是 就是那十項 李卓仁當然是說那十項 但是 那我腦會說什麼 大家猜一下 難道他說 我決定要跟 要跟基哥練過 他不會呢 他說你不用出了 我出 那我真的不清楚 這個 我也不敢揣測 摩古爐 因為摩古爐這個人 專門做一些奇怪的事 也都是很不合理的 反骨 不過如果假設 假設 李卓仁和 黃檢基兩個練過的話 其實兩個人有什麼分別 大致上 我看不出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分別 大家應該差不多 同屆的議員 也是做 差不多的街坊 都是做 你也被汪果佬吵架过很多次的 在这个龙门镇的时代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汪果佬什么人都吵架的了 不是 其实他不是 他吵架都可以是朋友 就是他们 他吵架架都是朋友 就好像他跟777啊 689 是啊 其实他可以 汪果佬这个人呢 绝对是一个世界子之王 他吵架你不代表跟你反面 吵架你之后可以揽头揽顶 尤其是他很容易 他这一下是他的秘技 是啊 就是好像林郑那样 在议会里吵架完林郑 汪果佬 转过头吃饭 耶 这样拍张照 所以汪果佬这个人是 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要学习这些 我做世界都要学他 没办法 除非你不做世界 不做世界的人 他面皮之口 真的很难找 很难找这个人 是啊 这个是人渣之霸 你就算不认识他 你怎么说 你不要学他的坏东西 你都要知道那些坏东西是怎么运作 才可以防范到 这些这样的小人 芒果佬是小人 小人中的小人 就是这个人呢 他现在都是吃四方饭 就是我收到的消息就是 无论任何人捐钱给他都会收 无论任何人叫他接什么工作 他都会做 总之钱够就可以了 真的 不是很厉害 是啊 那没所谓的 其实 我个人都会吃 我觉得这些是芒果佬很聪明的东西 是吧 他能够做得到 就是一番的 我们当然要赚一下他 赚一下他 他告我们的机会就很低 告得入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要赚一下他 哈哈哈哈 喂 说回来吧 不要说那些废人 说一下 说一下 李卓人是怎么样 你政光他又跟着这个刘小丽 其实 我们批评刘小丽的东西 都合理 都会在 在这个 李卓人身上 是适用的 是吗 是吗 那 政光我们之前批评了 但是如果他 又跟着柳小丽的线 又用他的政光 那他被DQ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是吧 那其实 呃 我觉得他被DQ的机会是大的 因为是同一条线 他最终也是同一条线 他是同一条线的人 那如果他被DQ 那只剩下陈减基和陈凯欣 那 那 几乎是没有选择的 那 最后 最后 去到我们的解决 就是要投陈凯欣 是不是这样 呃 其实投不投陈凯欣 没什么所谓的 我觉得陈凯欣 你不投他都会赢 就是说到他那个勢 就是他 他 其实说真的 那些人冤枉他是建制而已 就是他也是建制的 没得说的 但是他是不是温和建制 还是强硬的建制 激进建制 你看得到他就不是强硬的 那些激进建制派来的 就是他 他那个人是比较温和的 那 那没问题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他这些人 赢 就是对泛民来说 其实是一个警号 就是 告诉泛民 你们不可以再听 朱西迪 啊 还有 啊 刘小丽这些人 怎样 就是你听他 听这些人 老点是没有运行的 是注定没有运行的 就是他们那些人 还要加上黄之锋那些人 那些人是 就是纯粹是有破坏 是没有建设的嘛 对这个民主运动 就是他以前可能是有功的 但是他将来走的东西呢 他是看着Facebook 那个所谓的民意走的 Facebook的民意 代表了最激进的那些人 有很多人是现在看到 Facebook的声音 是 是 是看到不出声 你出声那些人 都是基本上 哎 呃 我 不是很同意你这么激 就是如果 就是 比较 可以接受到温和一点的人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民主派 是动员不了温和一点的人 是 他们激进的人 是不是都能动员到的 就是老少那时候 佔中的时候都说过 你不需要 其实你不需要 你最激进那些人说什么 他是不是都出来的 他是不是都出来的 那些人 但是你当你 你纯粹是为了最激进那些人 说话的时候 或者根据他的 意愿去行动的话 你就会令到 一般人 温和一点的 反感 一般人就很反感 而且不会出来的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 将那些 最温和的人 变成了局外人 而且你是不能动员那些人 也变成了 现在 你要看回那个 胡桑曾的教训 其实很多人都 我觉得很多那些 所谓的激进派 或者什么 自决派 或者那些 进步民主派 他们是看不到一样的 就是 你以前的成功 是基于你可以 能动员到 中间一部分人 所以可以去 壮大你的声势 利用那些 中间少少的人 但是 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是 中间少少的人 全部都走了 就是 你已经动员不到 那些人 嗯 他们这些人 是 讨厌 讨厌中间的人 认为他们是港珠 现在 其实 其实 我觉得 他们里面那些人 没有人想做 他们是有的 好像 好像 土白 他们都尝试这样做 尝试这样做 尝试怎样做 不是很清楚 你那边收得 浩白 好 好 你等等 我这边那个 比较差 对 收得不是很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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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土白 我看到他 我这边的一个侄 继续说 继续说 是 土白在他的节目 大军份 他 他骂 他不是骂 他骂 他的徒工 那些 就是说你们一美给这个 假希望 那些 某志那里说 这些东西 结果他被人抓到 他抽空 其实 其实 现在中间 就是说话比较sensible的人 已经裂了声 已经没有人 就是在所谓的民主阵营 或者是在网台界 是没有人说的 就是比较温和的 你这么不想说 你就是 普通我们的sensible 较sensible 温和一点的人 你听到他们这样的 你根本就 很烦 很吵 很烦 免得他 我以贸易针为例 我以贸易针为例 土白说些 喂 不合咬 结果他在网上被人骂到他抽筋 你自以为是败事 怎样怎样 整件事是很 怎样说 是 基本上整个民主运动 是被一帮说 没什么sense 他们只是想听到自己想听的东西 的网上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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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正有能力的人 是 是啊 真正正有能力的人 是 不会 就是不会相信他们说的东西 已经 因为他们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乱说的 理论上就是 这个实际情况 这个是实际情况 不是说理论 实际情况就是 他们根本就是 乱说到爆的 100%长时间乱说的 你再加上有本 《苹果日报》不停吹捕这种思维的话 你不就 加到整个运动不能倒下 基本上是什么 是 你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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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点疾痕 因为现在酒店的 好像 继续说 这样 譬如说 就是 香港的民主运动 比如《苹果》为例 他自己都被人黑色了 都是好像被热狗 还被人黑色了 一样 现在说完这些东西 就是 令到整个民主运动 最结实的那帮人 最有能力的那帮人 都不出声 我不理 那种情况 是啊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他们 是被那帮 最主要的人控制了 这个是老少说的 老少是说得对的 老少是完全没有说错的 如果你 就是 将你的行动 是和这个 最激进那帮人的思维 是连结 而不去 就是 尝试 不是尝试去降低 最激进那帮人的 意愿 其实你是 你整个运动 一定是失败的 但是 当初的老少他都意图 尝试这帮人 但是结果是失败的 他被尝试了 是啊 他意图控制这帮人 结果是失败的 土伯也是意图这样做 结果 他也是50 他也是属于失败的 反而成功过那个是 芒果佬 那是 芒果佬就是那帮人 当然 芒果佬 是他本身的 那帮人是在那里 一帮人 其实长毛也是 老实说 一帮激进派 其实 我觉得 其实当时 结合是不应该 就是 老少和社记 或者和人民力量 结合 其实是 不是很应该 现在这样一回手一看 但是 他又找不到民主党 就是他有美九格 拖国民党 和民主党 进自己的会 他是有红心 但是 失败了 没什么 事也命也 奈何 但是都是 讲回正题 那现在 到底 李卓人 有没有胜算? 大家觉得 会不会有胜算? 绝对不会 我 我 我认为 绝对不会有 是 你怎么看呢? 有点BC 你怎么看呢? 不好意思 我认为 我觉得 是 没有的 因为我看了 这个蔡之强篇文 他说 他说 吃势 姚教授的票 就 应该 基本上会赢 但是姚教授 因为他说 他说 这个陈凯恩没有 鄭英迅的好照力 这样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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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蔡子强 又是疲惹地 他根本都不知道 现在这个陈凯恩 实际做的是什么 其实陈凯恩才是最危险的 对于泛民来说 因为陈凯恩他做的 他说的所有东西 都是跟胡桑一样的 只是个 对啊 对啊 他对的手法也是一样的 最重要就是 他告诉你 有什么可以做 我都很厌倦争拗 不要这么争拗 我们一起做些东西了 香港人 他是这样跟别人说的 这一样说法 对于大部分的香港人 是有感召力的 现在 尤其是刘德华事件 令到很多人 不出声的人很心寒 你在做些什么 是啊 就是你这些人 人家刘德华是想吃的 他录音 不代表他真的 真的 相信他说的东西 他是艺人 大哥 你有没有常识的 香港人 现在剩下那些人 就是所谓的民主运动 坚实斗士 你知不知道 刘德华那些是艺人 你给够钱 他说什么都可以 他卖个广告而已 人家 有什么问题 正够生意 他另外想起 他另外想起夏朝鑫事件 社民团成立初期夏朝鑫事件 一模一样的 我认为你是什么 因为刘德华站在对方 对方就会 令到对方变成有号召力 所以就会欺负他 全部都是一样的 而且有件事 以前刘德华说过 他说 有些事情他是不敢说的 因为 他下面团队也有一百多十人 要靠他找食 大哥 是咯 是咯 不是每个人 就像这些人 在网上打飞机 就可以足以生活 那些事才让人害怕 现在呢 其实他们那帮人呢 就是令到整个 整个香港呢 都看到 就是 这帮狗 这帮狗 基本上呢 就是 不是生产 和 不食人间烟火的 其实 那些人一看就看到 现在 这帮所谓支持民主运动的人 全部都不食人间烟火 对现实的生活 是完全不了解 究竟 要做什么 每天要做什么 或者每天要 怎样才可以 有碗饭在桌面 可以吃得饱的 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这帮人 现在很明显的 其实 其实 有少少认识的人 就会见到 这帮人是完全不可能 不可以支持 是绝对是 你支持他的话 其实是帮自己倒米 变了 那就收得工了 其实整个民主运动 就收得工了 多多这些人 嗯 嗯 嗯 我这样看 现在唯一 李卓人 有机会赢的 有一个方法 就是 找个人 做回 当日打芒果佬 所做的事 就是 做侧击 明白吗 就是 做侧击 走去 走去 参选 然后 不停的 做侧行 他是李卓人 做侧行 一定是大无畏精神的 就是 好像当日何志光 所做的一样 或者胡锡山所做的一样 有没有人肯做呢 那些人 一定没有 那些人 那些人 你在网上说到 又说要集气 又要成 说我们共狗 我现在提出一条 有办法的 就是你们有没有人肯 我肯定牺牲自己去打侧击 去打侧击 走去 大家集气 集气 给五万元我 我走进去 我是不会退选的 但是我就是要来 補教胡杭胡 这出人相 麻烦到那些 狗头 全部死了 有没有人肯 支持我 有没有人肯这样做 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废土上次都说肯假 现在不肯了 要芒果佬参选 是说 说我 芒果佬会不会参选 芒果佬 我觉得他不会参选的程度 是很高的 既然是你 索罗B 说到牙斩斩 肯不肯 反正出了样子 反正出了样子 是不是要跟他死过 我现在下战输了 不要说下战输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泛民究竟有没有人肯 走出来 做当日何志光 追击芒果佬所做的事 我什么都不做 我只要保教皇宝 你做人上去 那些Lance也可以 你要这么回答 你这些人有没有肯定 现在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这些人 全部都是 说衰些 网上说就很厉害 网上Bully人就很厉害 你找个39 不懂身上言善 狗狗没有 大学生很激怒 常常说我大学民主场 那你就上去 就说要港独 你找一个在幕后做事的 不讲港独 不会讲港独的人 走出来 我是保教皇 我不需要一个人 我可以不用一个人 我十个人一起上去 我总之我偷偷 我们是要保你一个人上去 十个人 每人多少钱都保证 是啊 好个绝色 为了福人主场 你想想 柳世良加废土 之后加重兆华 Lance 四个已经够了 是吧 很厉害 他们都有一些好努力 他们出声 出了样子 可能是不行 但是我不相信 那些大学生 说得这么激怒 那些不敢上 他是为了福人主场而绝食 但是就不做这些 你不如 我决定保住李卓仁 你够不够胆 人家出五个人 我出十个人 我找一个清理的 当做间谍 走上去 跟你死过 你肯不肯 我觉得现在唯一 有办法保住李卓仁 的方法就是这个 你法必说得这么厉害 去出击陈海恩 你肯不肯上去 去出击陈海恩 你们肯不肯光明政大 想去出击陈海恩 他在戒指就需要 你说我们不支持 我现在提出这个 这个办法 你们肯不肯 其实追击陈海恩 是没用的 我说没用的 你是可以追击 但是你是在擂台上 追击他 你不是在戒指 是不行的 是边上帮陈海恩助选 是的 所以没办法 你 你说 就是 万必这样做 是一件很失败的方法 快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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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失败帮人助选 我意思是说 光明正大 在选举擂台那里和他死过 究竟有没有人肯做 我有点 其实没有的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看到的事情 就是说陈海恩胜算很高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一定知道陈海恩是赢得硬的 我告诉你 我很认真地说 告诉你 有胜算的人 其实是在欺骗你 就是泛民有胜算在今次的选举 因为陈海恩不是一个真的可以藐视的对手 就是现在他们泛民做的事情 就是我说的泛民 就是包括了那些自缺人士 就是现在泛民都是给他们那些人利用的 他们根本上就是 你看到是没得赢的 其实他们看到没得赢的 不过他们都要搞一下局 就是告诉别人我还是存在的 其实陈海恩赢的机会是比 九成九 我觉得 赢的机会是比泛民赢的机会高很多 所以 蔡子强那些出来都是胡说的 就是他们被他们立场蒙蔽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立场先行的 就是他们现在让我想起打球而已 NBA打球 Tracy Magrady 有一年 他一个人拿了八十几 我发现六十几七十分 很厉害的 但是他输硬 那些人说 你输硬你还要说打 一定有胜数 他说立场打 难道说我输 他们这群人现在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们就是要说个事实出来 其实如果你真是很支持民主运动的人 你现在这样的形势 刘小蕾是选不了 现在就是兔头基加里卓仁去对决 那 就很简单了 出来的结果就是 你再加上这个陈海恩赢 那肯定是陈海恩赢 无论你自己也是 是啊 但是他站在一起 他样子 一个兔头一个老坑 那肯定是选个小蕾 是吧 一个小蕾 哈哈 其实是赢硬 真的看样子 他是比方说 那肯定是个小蕾楚楚可怜 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这几年真的 人站出来有个小蕾 美国总统 为什么那些人选Donald Trump 不选希拉莉 有些人就这么看 Donald Trump的衰样 说六尺高 一头金法 大家都70岁 当然选过男人 当年为何选克林顿 因为克林顿上电视 吹Sexy phone 一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 有救命 对 你可以说肤浅 这个世界的人 是很肤浅的 肤浅的人 一直都是多的 是不是 我意思是 现在李翠仁唯一一个办法 就是你泛民 不要说李翠仁是泛民 泛民你不可以承认 一旦在这儿 埋哭喪的 现在还在埋哭喪 我们爱兵了 我们被人围了 大家一起来救我们 那怎么办 我又想给你 救我们 救我们等于救香港 香港会死的 不是 他们已经不懂其他招数了 嘉燦 他们已经不懂其他招数了 你没办法的 他们 他们全部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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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一招就是 刚才我说的那招 你找五六个人 每人籌期五万走进去 走进去选 走进去选 清理的 五六个人 三十万 何止光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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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选举擂台那里 不停地去打 打那几个人 倒架胡航 捧着李卓仁上去 捧着李卓仁上去 只有这招 那不是有哪招 这招都是险招 用盡了才有机会赢 用盡了才有机会赢 用盡了也是有机会赢 如果用盡了也不一定赢 所以都是 都不知道 喂 喂 与其哭桑 到处扣 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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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输出来 你是要输出来 我除了这招之外 还有其他招 等于六八九 打算扔催淚弹一个 嚇死你香港人 扔多两个香港人 替你死 现在香港人一样 你这帮泛民 为什么当初激进派上岛 因为你这帮泛民 没有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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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初 我最记得 有个网台主持 在这里赞 姚重严姚教授 很厉害 结果姚教授就输了 是啊 是 为什么朱凯迪会赢 因为朱凯迪会赢 因为朱凯迪输出有吉士 现在这帮人被人输出 一美人哭喪 除了哭喪之外 也是哭喪 在这里 哎呀 没火了吧 原来他们以为 那时候是神圣 你来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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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 你要当我给黑衣 我给你 我在大陆看到很多黑衣 我在街上很多大陆 发黑衣 在这里做政策 不行的 你们有些东西出来做 就是 香港人很信奉一套东西的 是学自日本人的 你这么差 那我要严谷地对你 直到你肯奋起 香港有批人是相信 这些变态的东西的 教授 是一个低能责 教授小子 你都不懂 是变他 就是为止 但是 香港人可能已经到这个林界 就扶你这么多 你都仍然要学窗 我一定应该制作扶你 或者你应该 你要有些范气给我看 那 你就自己出新招 你是要想的 我认为何之光 当年何之光打芒果的一招 如果你找同一招打秦海恩 可能效果又不一样 未必要打秦海恩 要打冯檐基 打冯檐基 这是不会打冯檐基 就是要打李随忍 那就为了人打冯檐基 打陈海恩就是 你自己做 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封疆合作 减轻你李随忍 不然你走上去 被人二抽一 但是别人都会想到同一招 他去找芒果佬去 去打李随忍 如果 他去找芒果佬去打你 我不是有找一个人 去打芒果佬 那你打来打去 其实你都不知道投谁 到最后还混乱 你混乱的情况之下 贏的就是 李随忍 就是陈海恩 你越整乱的情况 他一定是陈海恩贏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又不一样 因为是一对一的 你随便塞个人进去 其实是很 我觉得没得搞的 就是我认为有 就是我个人意见 我觉得没得搞的 这次 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次 你说集气 什么都好 其实是没有 就是他们是没有 那个legitimacy 就是没有这个 集气的合法性 现在的问题 整件事都是他们这些人搞出来的 DQ那些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宣誓 你要认真宣誓 你立法会议员宣誓 是遵守基本法的 是不是 不是发誓当吃生菜 是不是 嗯 其实有很多东西 本身是 是泛民自己 其身不正 自己破坏了 好像连初选 你都不肯做 我觉得是最离谱的 你对很多比较温和的人都很失望 你连民主派都不跟民主程序 你没有了那种legitimacy 好像你这么说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好 那就这样算了 都差不多了 都说了要说的东西 是吗 还有没有东西要说 没有了 OK 好 我刚刚断了 刚刚断了 现在车回来 不要紧 不要紧 我现在节目都差不多了 说完了 说完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拜拜